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凭借这几年的优秀作品后 她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寒牛女王 不过她的成名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从小时候就开始拥有出色的颜值 朴信慧周围的很多人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她能有机会从事娱乐圈相关工作 但几次惊人介绍后参加过的事情陆续落选之后 朴信慧开始犹豫了起来 最大的理由就是当时朴信慧的老家住在关州地区 而大部分希望她能过来 试镜的演艺公司都集中在首尔周边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铁了心要从事娱乐圈生活的话 父母必须要和她一起到首尔来居住 就在朴信慧考虑到全家人的处境后 想放弃当一名演员的时候 朴信慧的父亲第一个站了出来 并决定要支持 以下女儿的梦想 就这样朴信慧在12岁时 父亲决定和女儿一起在首尔郊区租了一个房子 但是出到首尔之后 朴信慧的父亲也不知道真正能为女儿做什么 后来她终于托人找了一份开出租车的工作 由于父亲经常找出晚归 有的时候甚至好几天也不能和女儿见面 而几次事件陆续失败后 每次回到家里 见到父亲的时候 朴信慧自己一个人哭了很多次 因为她觉得自己太让她失望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 朴信慧终于通过了当年天国的阶梯的试镜 并在该剧中饰演女主角崔智友小时候的模样 身受好评 有人说朴信慧的成功是她的运气比较好 毕竟这么好的机会不可能每个人都会有 但为了拍出被打的镜头 13岁的朴信慧当年足足被打了30多次耳光 后来据她本人回忆称 想起当时开出租车的父亲后 朴信慧觉得自己必须要熬出来 不然真的太对不起自己的父亲了 那么你还觉得朴信慧仅仅只是靠运气获得成功吗 谁想说在韩国这种竞争激烈的大环境里 只有运气是远远不够的 2013年朴信慧在《继承者们》中饰演虽然贫穷 但是堂堂正正生活的车恩上获得了超高人气 当时《继承者们》超过20%的收视率成为了最具话题性和人气的电视剧 朴信慧也通过死剧在亚洲收获了无数粉色的爱 潮流明星的地位更加稳固 同新出道一路成长为演技一流的女演员朴信慧之后 又在SBS电视剧《匹诺曹》《Doctors》等备受期待或最具话题的电视剧中 与韩国顶级演员一起标写 演绎道路颇为顺畅 不仅是电视剧 朴信慧还出演了恋爱操作团 《七号房的礼物》 《上医院》 《哥哥》 《陈慕的目击者》等电影 不受体材和角色的限制 尝试多种风格的戏录 一步步向着引后进军